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礼拜天 奖金倒数第三天 那在座各位一定有拿到一本绿色的讲义 有没有 我真的是拼了老命 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请大家翻开这个绿色的讲义 这是第二卷 今天带大家共修念新的《无量寿经》祭送 也公告一下 第一天念的普贤行愿品捡轨 日修捡轨是可以赠送给你的 那若需要的呢 你可以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鼓励全世界的众生 多多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好 那先看第二卷 第二卷 因为我们还是会继续讲很多次的讲座 所以观字在菩萨章 我还是放在里面 请各位看到第二卷 第二卷 夜码七十五页 汉译无量寿经经文的祭送 七十五页 好 在念之前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无量寿经是净土中很重要的经典 所以能够念全部的无量寿经当然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讲座时间有限 请看幻灯片 金色的阿弥陀佛 我想了一下 把无量寿经的第四品 第七品编为一段 所以待会呢 请合掌念南摩莲池海会佛菩萨 接下来念祭送 那祭送里面请看七十五页 第八行 有几个字我要先解释诸音 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次来不及加上汉语拼音 有些老菩萨请包涵一下 我现在解释日月火珠皆逆药 那个念逆药 你可以写在 用笔写在旁边 如果你要汉语拼音的话 日月火珠皆逆药 接下来 从七十五页一直念到七十六页 七十六页 第十送念完 就是继续念第七品 我见超市至 避至无上道 然后呢 一直念完以后呢 念南无大恨普全菩萨 翻过来是七十七页 一样念往生咒三遍 那至于我们念的是属于古汉文 classical Chinese 对年轻的新加坡佛友 连友你一定会问 师父这什么意思 所以我很用心的 从七十七页到七十九页 是这两品的英文翻译 出自于静中学会 新加坡静中学会 所翻译的无量寿经英文本 然后明天 请看七十九页 明天会对大家介绍 念理共听法第二十六品 还有八十页符会史文第四十七品 一直念到八十一 这是明天才教大家的 所以换句话说 若你能够念全部的无量寿经 当然很好 但是现代人真的是太繁忙了 但是诸佛菩萨都有大悲愿力 曾经说若有众生念一句四句 乃至于一佛名一菩萨名 诸佛菩萨都会互念你的 举个例子 各位大家都会念普门品 对不对 我以前也念过普门品 那你会很好奇问 师父那你现在念普门品吗 没有 我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可是每次我上香的时候 顶礼 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点香一定会念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致力 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差不现身 我就会顶礼三拜 你看我的普门品寄送 两个寄送就念完了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 常常心中要有正法 所以其实你若能够念全部 那也有广大的功德 但是因为现代人很忙 所以这个仪轨事实上是有一次 我在念 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无量寿经这么好 要全部念的人一定很难 我自己也念过三千部 无量寿经 真的三千部 真的 不用拍掌 拍掌的话你要自己念 我要鼓励你的是 师父教你做的 我一定也会做 我不会说来啊来啊 量啊量啊你做 然后我做着喝茶 不会 我一定也自己修 我将来发愿为众生讲 小品波耳波罗蜜精 我现在就在读 而且我也在做歌派 做到我两个眼睛 都快变斗鸡眼了 我的眼睛也真的不太好 老了 我早晚要点点药水 所以电脑虽然很方便 但它辐射线很大 所以各位用电脑工作的朋友 请你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多说几句 在台湾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专门做电脑设计的人呢 最多做到四十岁跟四十五岁 就得转行了 为什么 肾脏也不好 肝脏也不好 然后眼睛也不好 嗯 其实电脑是很方便 没有错 全球都用电脑 都在比速度 可是电脑实际上 对人类是很大的伤害的 可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所有看的讲义呢 都是我一个一个教对的 当然我有部分的工作人员 或学生帮我 但是大部分最后 定稿都是我做 我觉得我好像回到学校呢 写那个assignment的感觉 每一次都要出专辑 一本一本的出 可是我很欢喜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甚至很多老菩萨 不要认为说 哎呀管他的啊 好师父我看DVD就好 我给你的时候 你既然跟我讲 我不要讲义 我的心真是完全碎了 你知道我是用生命做的 法有法的功德嘛 你虽然不懂英文 但是你要想到 下一代的年轻人 对不对 当然在幻灯片里面 你看到我是一张一张贴的 图片是一张一张贴的 你这会做powerpoint的人呢 我是一张一张 一个字一个字做的 希望你感恩师父真正的用心 我也不知道我能够活多久 不要活太老啊 老的时候其实很苦的 老的时候要健康 要长寿 老要有人缘 老心中要有法喜 不然你老的时候呢 又流口水 身上又臭 走路又慢 然后看到年轻人又脆脆念 谁会喜欢你啊 是不是 所以人不要活太老 活得有意义比较重要 释迦牟尼佛也释现八十岁入涅槃 所以我知道各位都会希望师父说 师父恕你健康长寿 大转法轮 广度众生 长命百岁 我长命百岁 结果你呢 你跑去哪里了 你都叫我长命 自己绕跑了 所以我想我修到自在的时候 我就想走吧 来生成愿再来 换个大菩萨的身体 我会有无量无边的眷属 一起来度众生 现在度众生是很辛苦的 障碍也会很多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带大家念 无量寿经的祭送 第四品跟第七品 好请合掌 你不太会念的字 没关系 你先用听的 因为今天是第一次 那听着沐浴的声音 好 请合掌 念南魔莲齿海慧佛菩萨 三生以后就可以放掌 虽然我们讲大乘庄严保王经 但是你会发现 观世音菩萨的老师 就是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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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的 所以他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去极乐净土 很好 各位念第一次 很用心念得很好 请关灯 我们静坐一下 好 今天的时候 静坐的时候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先刚开始 先注意呼吸 当你的心很宁静 修属习惯的时候 先把心定下来 在思维我昨天讲的 寻找善知识 你问自己 我找到了善知识了吗 可能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接下来再问自己 我寻找善知识里面 有什么障碍 是自己呢 对老师都不相信呢 还是呢 自己经不起磨练 我再讲一遍 第一先修属习惯 把心静下来 大概静个一两分钟 我会再敲一次沐鱼 敲沐鱼的时候呢 你再思考 我找到了善知识了吗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你的善知识 你找到了吗 若没有找到 你想什么东西 障碍着你自己 还没有找到你的善知识 这样做思维 静坐一下 先休止 待会再休关 先注意你的呼吸 一出一入 一出一入 先不要想什么 静坐一下 好 结束了 轻轻地动一下 张开你的眼睛 先不要开灯 为什么我们讲座的时候 都要先让你心静坐呢 一进大殿的时候 大家一起诵经 诵经有佛力的加持 跟法力的功德 而你的心 从早到晚 不论在家出家 我们都要面对 很多的人事物 其实我们的心 都往外跑比较多 要处理很多 工作 家庭 婚姻 事业 小孩 种种的苦恼 所以我们凡夫的心 总是在红尘里面打滚 禅坐 有很多无量的功德 其中一个最大的功德 就是可以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五台山的文书 施力菩萨 曾经说过 若人静坐一须雨 胜照横杀七宝塔 宝塔就近翠围尘 一念静心成正觉 我没有打成文字 我现在解释 若人静坐一须雨 若有一个人心定下来 这样静坐一片刻 他的功德力胜过一个人 用恒河杀树的东西 去建宝塔 大家知道 建塔都有功德 一个人用恒河杀树的 这个沙或是珍宝 或是材料来建塔 当然是很乍叹 但是宝塔 它是有违法 宝塔再怎么庄严 虽然也累积 无量的福德因缘 可是宝塔经过风吹雨打 日晒 塔最后还是会垮 无常 也是会消失的 可是呢 这个宝塔就近翠围尘 就是最后都会化为围尘 一念静心成正觉 你现在静坐这样的心 是将来成就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清静正音 所以不了解佛法的人 或许会问你 你就坐在那里 有功德吗 有 功德无量 因为你可以调伏你的心 调伏你的心 就会让自信显现 无量的功德 所以 静坐其实很重要的 但是注意听 昨天讲 寻找善知识 善知识也有很多类 有一种会将你教禅坐 但是师父要提醒各位 静坐 它是方法 不是目的 今天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要你静坐 所以六度波罗蜜 叫做禅定波罗蜜 那有些人会执着 我这样坐就好 坐久了呢 他会很喜欢禅定宁静的喜悦 然后叫他发心坐 这个我不会 叫他发心坐那个 那个呢 我不能坐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会成佛的 注意听 我现在就讲 禅中的一个公案给你听 马祖道一 马祖道一 向怀让禅师学禅法 他根性非常的利 他怀让禅师教他禅法以后 其实他心很寂静 他的心念念都在道上 但是他有个习性 就是不太理人 纵使众生来求他说佛法 他也不太爱讲话 久而久之呢 就变成很孤僻 有一天 他就在禅堂里打坐 打坐完了以后 以前的禅堂 若年轻的出家人 是按照这个排班制的 你有很多的寺庙的 执事工作应该要轮流 这也是修福修会 举个例子 禅中的人最喜欢呢 抢着去煮饭 为煮饭可以为大众 累积广大的福田 甚至很多禅师是在煮饭 修福修会以后才开悟的 悟了以后他还是继续煮饭 不像现在呢 很多寺庙呢 大家都不要喜欢煮饭 老菩萨也不喜欢煮饭 因为你觉得煮饭很烦 可是古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那马祖道医呢 就有一天轮到他做执事的时候 他就不太想做 他就静坐 就那边静坐 当然他很用功静坐 他的师父看到了 哎呀 这个徒弟啊 要好好教一教 虽然呢 很有善根呢 也很精进 但方法用错了 他就拿一个砖头 我们盖房子的那个砖头 就在他面前一直磨 就往地板磨 刚开始磨的时候 马祖道医不理他 因为有声音嘛 他一定听得到 可是很奇怪 师父就一直磨磨磨磨 磨了半个小时还在磨 他突然呢 就觉得声音很吵 就出定说 师父啊 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要在磨砖啊 你磨砖做什么 我想砖啊 把它磨成镜子来用啊 那时候马祖道医听了 就哈哈大笑 砖是砖 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 他说对啦 你都有智慧回答我的问题 砖不可能变成镜子 请问你坐在那里 就能成佛吗 起来吧 给我去做工 给我去出破 古人啊 古人啊 是很有气度的 追听 这个故事不是说禅定不重要 追听 追听 你会有不同的解释 这个故事是告诉你 他已经很精进了 他也很有善根 他是大根性的人 马祖道医啊 是禅宗的一代祖师啊 可是他还执着的说 做就是学成佛 他的师父呵斥他 做不是成佛 假如做能成佛的话 诸佛菩萨就不用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阿僧奇节啊 修福修会啦 你不要执着禅 只是一个坐项 就一定要盘腿才做 真正的禅 是行住坐卧 能够掌握你的心念 佛心就是禅 你动的时候 还是可以修禅呢 当然现在有什么 动中禅 静中禅 水中禅 月中禅 很多现代的名字 可是古人不是 古人是真的了解到 抓住自己的念头 能够修持 控制自己的念头 每一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行住坐卧 都是禅 其实那是很高的境界 但初学的人 因为各位心很乱 所以师父还是要告诉你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为什么 背挺直的时候 你的气才会下降 你的心才会宁静 举个例子 你去跑步 一直跑跑跑 跑得气喘如牛的时候 你就 对不对 你看你呼吸很急促的时候 你的心是很乱的 虽然你在运动 你得喘一口气 休息一下 甚至喝口水 你的气降下来的 你的心才会定 所以对初学的人 还是要盘腿 静坐 我们叫毗卢七肢做法 你老菩萨不能盘腿 也没有关系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一样可以修禅坐的 因为禅坐调身 最后调呼吸 最重要是调你的心 但是 马祖道义这个禅宗公案 是告诉你 不可以执着 定就可以成佛 定 只是一个方法 定的目的是要调伏你的心 定的目的是要开启你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定 只是六度万恨的一种 很重要的方法 但是你假如只是 执着禅定 对不对 比如说不论在家出家 到寺庙里 你应该发心做义工的时候 该你做的执事 你要欢喜心去做 你心中可以念佛 也可以念咒 也可以看自己的念头 一样你可以修行 但不要认为说 我只要这样静坐 才叫用功 这样就会变孤僻 孤僻到最后呢 本来是修菩萨道的 就会变成了阿罗汉 所以因不同果实不一样 真正成佛呢 是要广修六度万恨 多生多劫学习佛法 多生多劫忏悔业障 多生多劫修福修慧 福德智慧究竟圆满 你才能成佛 所以老师跟你讲 开悟是要很多条件的 不是坐着就能成佛的 不太容易 除非你善根很深厚 除非你多生多节的 善根福德之俩 对不起 我现在突然想到 虚英老和尚 虚英老和尚是一代高僧 他呢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行住坐卧 都拿着念珠 或看念头 也参话筒 可是你不要忘了 虚英老和尚也一生呢 到处出坡 然后呢建古寺 恢复古叉 建立制度 虚英老和尚所做的功德 是比任何一个人都广大的 对不对 在历史的因素 他遇到呢 中国大陆共产党 拿铁条打他的肋骨 断掉了呢 他呢 心呢都还念念在护法未教 所以修行不是讲理想 很舒服的 很安逸的 我只要静坐就好 什么都不做 当然你已经很好了 能够好要静坐的人 是有善根 但是还是不够好 记得成佛是要发广大的怨心 修六度万恨 福慧严满 万得庄严的佛陀 这是今天我要特别叮咛的 好 请开灯 好 请看讲义 现在拿回蓝色的这一本 这是蓝色这一本呢 就是第一卷 Value One 绿色的这一本 那今天你可以带回去 所以我有一个作业 对不起啊 抱歉 请各位又看到 绿色的这一本 请翻开九十四页 请你先预习 九十四页到九十八页 九十八页的第五行 也就是到科判 丙四之前 从丙一 丙二 丙三 请你先预习一下 假如你古看文很熟的人 没关系 你就可以很快的看文 但是若是比较不熟的人 希望你多看几遍 因为你解决了文字的问题 当师傅讲的时候 你比较能有体会 所以绿色这一本 你可以带回去 但是请你这几天讲座 两本都一起带来 谢谢你的配合 好 现在请看 蓝色的这一本 就是第一卷 请看三十八页 第十六行 找到了吗 好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好 若你没有讲义的联友 请你手举高一点 慈悲的工作人员 都很欢喜地为你服务的 好 请合掌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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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后面那位师姐 那个角落还有人 帮忙一下 师父这边角落的 请再举一次手 谢谢你 好 现在看 幻灯片 物二 现在是因缘分五 请看几次 观世音菩萨 广度众生 度友情 现神通 分三 请看 更一问曰 佛告 观自在菩萨 摩赫上 您今天从西方极乐世界 亲自到这里来 如今现世神力 功德庄严 无量无边 余异云合 就说 您有没有特别 要说的话呢 你的心意是如何呢 接下来看 更二 观音菩萨 答曰 观自在言 我为救度 一切恶趣 诸有情故 我为了救度一切呢 地狱恶鬼 给畜生三恶道的 一切的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而来的 所谓一切的地狱 包含着阿比地狱 黑神地狱 等活地狱 燃烧地狱 糖味地狱 货汤地狱 寒冰地狱 如是等大地狱中 所有的众生 我都发愿大慈大悲地救度他 叫救吧 希望一切的众生 能够离一切的地狱 恶鬼 畜生的三恶道当中 希望能够救度一切众生 教化他 感动他 为他说法 希望一切的众生 当来在无量节 能够遇到佛 文法 而能够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上一次我有介绍过地狱的猛火 来自于我们的业力 那这里讲地狱 当然是因为他造恶业 贪生吃的恶业 伤害了很多众生 最后坐入地狱里面 请看阿比地狱 黑神地狱 就是专门用绳子帮他绑的 我先解释文字 待会给你看照片 等活地狱 就是他夜里静的时候 夜风一吹 他又继续活下去 所以他永远不会死 等活地狱 烧燃地狱 就是所有地方 像发生火灾一样都烧的 堂位地狱 就是 他有很多恐怖的境界 让你看到会吓到 货汤地狱是指 他很多的锅子 就好像你煮菜的汤锅一样 假如你没有吃素的话 看人世间人吃海鲜 最喜欢煮汤锅 然后煮完了以后 就把螃蟹丢进去 那个就叫做货汤地狱一般 寒冰地狱是指 这个人非常的尖酸 柯薄冷酷 而且最后伤害众生 就堕入到寒冰地狱 就好像在冰箱里被关起来一样 那这些地狱呢 都是因为自己的业而造成的 请看 观音菩萨 跟善才龙女 就是呢 在地狱蒙火 救度这些所有的众生 这是恶鬼道的众生 恶鬼道的众生 第一个都很饿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脖子细细的 新加坡刚刚过完七月 对不对 新加坡的七月是非常可怕的 我被吓一跳 活人死人都很忙 佛教道教一贯道 神道通通通都送金 送完金 晚上呢 还有标会 还有跳钢管舞的 阿弥陀佛 到两三点都还标 多少钱 生人跟佛人都很忙 有些忙得很有意义 有些不一定忙得有意义 所以在我们超度幽冥界众生里 你可以看到 鬼大部分都是脖子细细的 然后嘴巴会吐出猛火 那是他的业力 肚子大大的像恶鬼一样 可是他非常的可怜 为什么呢 食物到他面前 立刻就变成火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 辩食真言 或是仰仗看这图片 观音菩萨呢 先会用念咒 灭除他喉咙里面的火 接下来撒甘露丸 或是呢 吃食给他喝 吃 吃完了以后 还有甘露水 让他饱满 这时候很欢喜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 鬼言就像小朋友这样 很可爱的样子 就会听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会为他说法 一般观音菩萨 我也为他说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观音菩萨在第二卷 绿色的这一本里面 先不用翻 观音菩萨也会看 这个众生过去是佛教徒 在天上跟人间修行过 但是他因为堕落 那你过去听过四圣地的教法 观音菩萨就亲自为你讲四圣地 有时候观音菩萨会为你讲八正道 有时候观音菩萨会为你讲六度波罗蜜 所以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到 学习佛法还是要靠自己 他也不是只有仪式 各位佛教徒也不是今生才学佛 都是多生多觉学的 那观音菩萨很慈悲 他有神通 会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接下来呢 他会放光加持你 劝你念佛 或念咒 因为在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是非常非常苦 他希望早离脱离他的夜报生的话 他要仰仗佛力跟法力 那时候他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观音菩萨现身 有些叫他念 然后一直念 然后整个地狱全部都是 然后一直念 一直念 他就念念念念念念念 恶鬼就会变成作业的一朵莲花 然后摇身一变 他就停止了恶鬼的夜报声 就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 那假如这个恶鬼过去是念阿弥陀佛的 他就会叫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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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你虔诚 因为那个时候你很苦啊 你所有都没有嘛 看到观音菩萨 你一定是一心称念 完全专注的念 而且观音菩萨会放光加持你 让你所有圣经的苦啊 就暂停 所以那个时候 你念的时候 是很容易是一心称念的 所以因为你一心称念 所以你念佛的一生啊 胜过于你念百千万一生 为什么 现在的人我们念佛呢 都是杂乱心多 除非你很用功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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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要小心啊 不要我被照啦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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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发生了火灾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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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完全身心的投入 把你所有身体的能量 专注在一起 这才叫一心真念 所以佛经写的没有错 而是各位还没有用功到这个方法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念观世音菩萨的 左手拿念珠 右手拿电视遥控器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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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不错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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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叉叉叉 哎呀 这台真不好 换一台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念完了 运消三丈诸烦恼 运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回目 你这样会去 才怪 你是散乱心念的 师父表演得很逼真 你们都是这样念的 知道吗 不要拍掌 不要再拍掌 这个不是歌星演唱会 所以为什么你们都会笑得很开心 因为真的师父讲到你的心 对不对 念佛要专心念 对不对 当然你总比没有念好 是没有错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这样念 转不了你的业 因为你的身口意都是散乱的 了解吗 所以在其他的讲座 像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里 我带你这样念出来 我念你嘴巴不要动 然后心里念 很专注的观想 对不对 你的念力不同 功德力是不一样的 同样广青老和尚念一声阿弥陀佛 跟你念阿弥陀佛就不一样啊 对不对 大悲观世音菩萨念一次 南无荷莱大奈多莱雅耶 南无荷莉耶 大悲神咒啊 他念一遍而已 三河大地六遍震动 全部都震果了 我们呢 说婆喝 说婆喝 说婆喝都不见了 出来呢吃水果 对不对 念力是要训练的 当然念力来自于你对经论的体会 还有你的这个禅定的力量 所以你要练习 老菩萨不要认为说 哎呀师父我老了 我业障重 没办法 业障几斤重 拿给我看 陈中常常用这个方法 你说哎呀师父 我业障很重啊 对不对 拿给我看 几斤重 有比榴莲重吗 对不对 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努力 鼓励自己 人生已经很短了 你得到了这个方法 应该好好的用功去念 有念跟没有念 意义 心的感受是不同 假如你真的苦口婆心 愿意接受师父的建议 念一百万声 或一千万声六字大明咒 你的心真的会转变的 相信释迦牟尼佛 相信观世音菩萨 也相信师父 因为我自己演念 我知道 但是要有很真诚念 接下来再看下一章 你看 地狱的猛火 就有黑白无常 然后有这么多的 大鬼小鬼来绑着你 那你现在有个问题会来了 师父 那这些从哪来 好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在 影城回忆录里面呢 谭虚老法师 他讲经的时候 曾经问过一个 有一个弟子问他说 师父 我听你讲经的时候 很欢喜 可是我很好奇 地狱从哪里来 那为什么地里面有 火山地狱 还有暴住地狱 对不对 暴住地狱 我上次放过图片 对不对 你们呢 在Galang都喜欢暴吗 对不对 暴久了以后 到了地狱 就让你永远暴吧 对不对 烧了死了又在暴啊 烧了死了又在暴啊 为什么 那你会想 这是佛菩萨惩罚你吗 答案不是 所以 这个居士呢 就有一天 他就念地藏菩萨顺号 他就求 我很想地狱看一看 到底这些地狱怎么来的 后来他就前面念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当然他本身也拜观音菩萨 后来有一天 地藏菩萨就带他到地狱去看 看到刀山剑树油锅这么多 很多的众生都在受苦 最后呢 地藏菩萨一坛子而已 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他在身上 原来地狱从哪来 从你的心显现的 是你造了恶业 你才会有这个业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或许老菩萨已经老了 年轻人你都喜欢去night club 注意听我先讲 我师父没有去night club 但是这是呢 我朋友告诉我的 对不对 你看现在很多DVD也叫 你去night club的时候 对不对 那些都是暗暗的 中间只有一个灯 对不对 旋转舞厅 大家就这样跳 这样跳 你不觉得很像地狱吗 很奇怪 所有人都要付钱 然后呢 还要通关检查 然后呢 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不管你是不是我 就一直跳 一直跳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请问night club 夜店从哪里来 人创造的 夜店的生意 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去夜店 同样的 新加坡也有两个赌场 对不对 众生需要 对不对 那赌场对我来讲 师父不以致平 因为对我来讲 没有意义啊 因为师父从来也不赌博的 我也不喝酒的 我在家就不喝酒 我也不赌博 所以沙盗迎望酒 酒界对我来讲 很自然 所以我头脑清楚一点 我比别人 有智慧一点点 有些人呢 看到酒啊 就 不一定 不肯吃金 对不对 就开始两杯 干杯来了 就算借了酒呢 看到别人呢 他呢 朋友不在 还是要把酒杯呢 偷起来 闻一下 爽死了 威士忌 为什么 你的习性 所以轮回从哪里来 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不是观世音菩萨 来惩罚你的 天堂从哪里来 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净土从哪里来 也是你的心去修出来的 我前几天不是讲吗 你的客厅 不只为所谓的 所谓巴黎岛的风格 后来改成欧洲的风格 对不对 客厅从哪里创造 还是你的心去 设计出来的 地狱也是如此 所以看这个地狱猛火 地狱猛火 那些黑白无常 那些判官 好像人间的警察一样 假如你没有犯法的话 你不用怕他 举方说 新加坡治安就很好 很多警察就在 夜间巡逻 你若若没有做坏事 你会非常的勇敢 就走过去 就算他跟你打招呼 你说Hello Good evening please 你不用怕他 但是你若做了坏事 你警察来就赶快躲 你一躲 他就追 他知道你这个有问题 你看哦 我们同样身在新加坡 警察在马路上走 你并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造恶因 所以他没办法管你 没办法控制你 假如你做了坏事 伤害别人 新加坡很想 你也跑不掉的 所以注意听 纵使警察陷在面前 你也不会害怕 所以同样的 在地狱里面 好 光木女为了救自己的母亲 诵经 然后到了地狱 见到无毒鬼王 问她 我为什么会来地狱呢 答案有两个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愿力 对不对 按照光木里 她并没有造恶业 她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可她妈妈造了很多恶业 毁谤三宝 杀鸡杀鸭杀鱼 伤害众生 所以因为她的业 她妈妈到了地狱 可是光木女到地狱呢 是她的孝心 感动天地的愿力 孝心的孝心的愿力 所以你不用害怕地狱 你也不用害怕鬼 我也觉得有些佛友呢 不知道为什么学佛 特别怕鬼 看下面一张 你看 有刀山 建树 油锅 然后呢 有猛火 而且二六十钟都在烧 那都是你自己造的业 你若没有这个业 你就看不到这些境界 了解吗 所以地狱从哪来 是由你造恶业 心所显现的 所以 那到了业力的时候呢 就像业垫里面一样 你关着 假如万一警察来 突击检查 把你封锁了 那你就跑不出去 再举一个例子 可能有些人有呢 去泡三温暖 蒸汽室的经验 你在蒸汽室里面呢 泡得很舒服 因为你身体也感冒了 流汗了 那你就泡泡泡 可是泡太久的时候啊 那你就很想出来 对不对 假如你很想出来 突然门被锁了的时候 哇那你就很紧张了 糟糕我出不去了 地狱就像这样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万一你掉到地狱里 你怎么出来 念佛跟念咒 你念六次大明咒 你一直念一直念 你不用管一直念 念到夜镜的时候 地狱就消失了 就像门自动就会打开了 对不对 所以地狱 是由自己心而创造出来的 那要改变自己的恶业 也是要重新去改 再看下面 补充资料 那现在很不幸的说 全球都因为全球暖化 说句事实话 这个叫正年头都变了 年头都变了 那有人就会问 师父 请问 在众生里这么多的业 为什么我们现在 有这么多的灾难呢 好 假如你从科学的角度讲 你可以分析说 因为气流转变了 像以前新加坡 也从来没有地震 可是东南亚海啸 大地震的时候 或印度尼西亚地震的时候 现在新加坡也有余震 对不对 以前我记得新加坡 不会常常下大雨 现在午后雷震雨 对不对 也是很大很大的雨 那个雨像水是倒出去的 在台湾很不幸 今年高温也最高 跳到了38度 甚至人家预测 将来台湾会到43度 印度45度就热死人 地球每一年会增加温度 增高一度 然后冷的时候会下降一度 像台北市淡水区 今年二月初最低温就到4.8度 听说明年的冬天 台湾淡水会零度 马路上就会下雪 明年是中华民国100年 对不对 全球都变了 你可以知道 你会发现师父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没有天气这么热过 新加坡也有福报 你们都习惯吹冷气 我们在台湾只有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才吹冷气 因为冷气是要电费的 所以人民 Living cost的生活就高 你一个工作不够 就要做两个工作 有时候作为爸爸妈妈很慈悲 看到自己的孩子热得睡不着哭了 那只好多买一台冷气 那当然所有东西呢 什么都涨 薪水不涨啊 所以当然未来的人都苦 然后你要知道 当地球温度增加一度的时候 其实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 举个例子 缺水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很多的地方 要么就大洪水突然一下来 水灾 要么呢 突然就没有水 旱灾 所以这个地球真的生病了 那你可以说 这个是气流的关系 从科学的分析 地壳的变动 但是这都讲到表象的现象 英文叫superficial phenomena 它没有讲到根本的原因 佛法告诉你根本的原因 专心听 什么 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呢 现代人的念头 恶念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地震 你说地震 没有错 地可变动 你可以用仪器 你无法解释 为什么这一块地方都有地震 那一块就没有呢 其实有地震的地方 是表示这个地方的人 除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从佛法的角度 注意听 表示这边人恶念很多 中国人以前不知道科学 没有那么好进步的时候 说地震叫地牛翻身 对不对 哪里有牛啊 根本没有 是各位牛脾气难改啊 你称心很重吗 所以才会感到地牛翻身了 所以佛经理讲 外面的境界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 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好不好 请看讲义 别也 uncommon karma 对不起 幻灯片 幻灯片 讲义上没有 好 我已经放出来 你要抄可以 个人的苦难 都是来自你的恶念多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 师父 我命为什么那么苦 当我跟你谈过以后 我就知道你啊 恶的习气很多 嘴巴很没有口德 婆媳之间都喜欢挑拨离间 你恶念很多 知道吗 我们人不太容易生起善念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常常看到一桩事情啊 都是只看到负面 比如说 你下了班回来 对不对 好不容易婆婆呢 煮饭给你吃 那你要感谢 可是年轻人不会感谢 然后呢 婆婆很辛苦啊 煮饭给你吃啊 那你就尝一个汤啊 来呀 辛苦了 下班了 来吃个汤吧 然后呢 来煮个菜 结果你一喝汤 没什么好吃的 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看 你连感恩都没有 你第一个就恶念 嫌什么 汤不够好喝 盐巴加的不够多 那不然你来煮煮看 你煮的会更好吗 你看 我们其实恶念很多 我们不察觉 然后呢 人与人之间 连友看到朋友呢 对不对 人家会 哎呦他很成功啊 孩子考上了呢 这个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应该欢喜心 随喜功德 你就 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 要是我儿子 再拼几年啊 一样也是考进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对呀 然后佛友呢 有时候也会看到 来了寺庙 看人家做功德啦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啊 那个脸又好庄严哦 有什么了不起 有钱 我也更庄严啊 你看 我们的念头 其实恶念很多 因为恶念很多 小心 你只是一点点恶念 你不察觉 你有没有看过 不管是看电视 或是看电影 人啊 在发脾气的 啊 那一刹那 玻璃都破掉了 对不对 电影你一直常常这样演啊 你看你的称心 Anger can destroy everything Even your glass 所以你知道吗 只是说 你没有学得控制自己的念头 贪心 嫉妒心 两舌 在婆媳之间讲是非 在好朋友之间讲八卦 然后呢 故意嘲笑别人 连小朋友都会彼此恶念很多 对不对 小朋友呢 你看你又是去读小学 男生出来 他就推他 你没有种啊 Like we are fight You are not a man Be brave 你看 所以我常常说 现在的学生 在学校叫什么 竞争 出门以后呢 对 在学校要竞争 对不对 然后出门 也要竞争 什么都得竞争 对不对 然后将来就变成斗争 斗争 就变成战争 对不对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世界现在苦难这么多 有福报的人很多 我想再多新加坡的脸 都是有福报的 当东南亚海啸大地震的时候 我真的是在念经啊 我真怕那海水 一淹新加坡就没了 真的 你不要认为不可能啊 新加坡人小 根本没有防波堤的 而且当未来全球暖化的时候 是不是不是吓你 而是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当温度增加 北极跟南极的金山都在融化 融化到那像喜马拉雅山 现在很多都秃了 那融化的水呢 就会增高 所以海平面就增高 未来一年到四年 台湾的土地会消失十分之一啊 所以买在海边的人呢 你要小心啊 你的房子会被淹掉的 你逃都来不及的 大家逃哪里 逃阿里山吗 玉山吗 我们都不察觉 对不对 这些东西以前都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现在还发生过 因为现在的恶念很多 你平常小一点恶念你不觉得 可是当所有人都是恶念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有共业 看第二个 common karma 国家的苦难 来自于国家内所有人的恶念 所以佛教不是喊口号 佛教说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那是真的在救你啊 那你假如不改你的念头 你将来会有苦果的 对不对 所以 共业 是所有一起人的共业 像现在你可以发现 一个大地震 一个水灾 一死都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 一搭飞机呢 发生意外 整台飞机呢 就空难 全部都死了 那都是共业 所以 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你也要祝福 希望不要发生在其他身上 那不要发生在其他的身上 要怎么样呢 要从感应你的心念 不要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 我举两个例子 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我今年也跟去年 也去马来西亚红法过 我也去过印度尼西亚 我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 Jataka的时候 我甚至还去参观过 华人暴动呢 被人家伤害的地方 华人 Jataka 华人当然很辛苦 我知道华人在国外都很辛苦 常常是二等公民被欺负 因为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可是呢 当师父去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真的去参观 在暴动的时候 整条街啊 对不对 就架起铁宅 然后呢 跳进来 杀小孩 强奸女生 然后呢 抽所有的东西 很残忍的 那连呢 被杀的人在墙壁上呢 用这样抓的痕迹啊 跟血 现在都还流着 那他的业啊 你会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假如你有神通的话 你就会看到 可能过去这些人呢 也做过黑道啊 也伤害过人家 也绑架过人家 所有东西都有因果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 孟参老婆上说的一个笑话 子弹绝对是有长眼睛的 不会打错人的 这就是说明 因果绝对逃不掉的 假如你没有那个二叶 炸弹倒下来 也不会爆炸的 所以你要相信 佛法讲的因果 好 那当时我在 就认识到一些 各个中青会的福友 不对不起 华人联友 比如说许氏中青会 或是王氏中青 或林氏中青会 然后呢 他们就介绍 来见师父 然后我给他鼓励 你知道我说什么 注意听 我说你们 在这里很辛苦 我知道 可是问题是 你们很有钱 你们呢 只关心华人 他说师父 你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自己的中青 王氏历代祖先 就关心王氏人 有什么不好 我说没有错 但是呢 你说换一个角度来讲 假如你是马来人 或印度尼西亚人 你会喜欢华人吗 不会 因为华人都很苦干 他们认为 印度尼西亚的人 认为呢 华人都是来抢我的土地的 华人呢 都非常的苦干 因为华人呢 勤俭刻苦 都白手起家 当白手起家的时候 你买的房子 都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忌妒 所以打劫 或是抢劫 打抢的时候 专门抢华人 那我跟他说 您为什么不做一个 所谓的 比方他姓王 我说你可以发 王室中青奖学金啊 不但就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而且印度尼西亚人 你要做教育 慈善 文化事业 就算他是回教徒 也没有关系 他生病了 你用拨钱来做 医疗金金救他 那他会永远感恩你的 假如你家有小偷的话 他会帮你看门的 可是我们华人 因为没有学佛法 所以就很执着一个我 所以你帮助的心量 就这么小 所以旁边人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 饥寒 起到心 人饥饿的时候呢 或是没吃的时候呢 一定是打抢的 因为他嫉妒华人嘛 华人太有钱了 享受很好 占领我们的土地 然后呢 自己的很好 可是呢 我们印度尼西亚人 跟马来人都很可怜啊 那当然 他们的政府也很复杂 师父就不以自贫 你们比我更清楚 没有错 他不做 你做 这叫做平等的大悲心 假如你能够布施 华人也救 马来人也救 印度人也救 对不对 所有的众生救 我跟你讲 他会感恩你的 你不用劝他学佛 他有他的宗教 印度人信自己的印度教 但是呢 马来人修自己的宗教 回教 但是他心里会想 当我真正生病 在医院的时候 却是呢 华人或佛教徒 拨医疗究竟 把我的命救好了 这才叫大悲观音法门啊 希望各位发愿 真的 师父看到这里 我是个出家人 我没有这么多的财力 我也没有这么多能力 但是我希望呼吁大家 一起做 那就会转众生的贡业 对不对 可是这些事情 可能不会在新加坡发生 各位你都很有福报的 我也知道各位的祖先 或是你的爸爸妈妈 甚至小孩 也是从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 移民到这里来 做PR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政府很正直 为众生做事 所以上报是从恩 第一个 你要感谢国家恩 国家若在战争 若在逃难 若是很多的灾难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学佛的 我们假如现在逃难 我们怎么可能坐在这里 听经共修呢 我们大家就拿着自己的生命财产 就赶快跑啊 跑的当中呢 最可怜的是小孩 跟妇女 还有老人啊 是不是 所以 希望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心的恶念 你不要认为恶念没有什么 恶念有一天 一直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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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火山爆发的时候 你的命就更苦了 所以你说你的命为什么那么苦 因为你恶念很多 恶习气很多 而且你这一生伤害 不管有意无意都伤害过很多人 所以讲话要有智慧 讲话要留一点口德 讲话不要像一个箭一样 戳到别人 待会我后面会讲 夫妻跟朋友怎么互动 第三个大贡业 叫做Gathering Huge Karma 地球的苦难 来自地球全球所有人类的恶念 举一个例子 各位可能大部分的莲友都吃素 没有吃素也慢慢来没关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全世界的海鲜店 以前的海鲜 就是钓鱼 渔夫去钓 最多也是钓一个五十条或一百条 现在全球 看这里 九点二十五分 全世界 多少的海鲜店餐厅 杀了多少众生 牛排店 有多少的牛被宰了 真的 现在的人都用科技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了解 不是说下你 吃素材健康 其实人类是最残忍的 现在的众生 它是用电动的方式 一夜之间 我看过网络 统计 全球明年是七十亿人口 印度加起来 今年已经到六十八亿了 明年全世界的人口是到七十亿 排行长第一名的是印度 第二名是中国大陆 印度的人很多人也很可怜 没有家庭计划 就天天生 生了小孩就渡在马路上 我去印度朝鲜 亲自看到过 政府也不管 那你想想看 明年全球有七十亿的人口 那在做调查里面 海鲜店全球一天杀一亿到两亿的众生 你知道吗 多可怕 所以现在众生造的杀业 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不对 我们好不容易念地藏经 对不对 要回向 你念了一个月 还没有他一天杀的众生这么多 你度的众生还没有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众生的苦难越来越多 因为全球的恶业很重 光光这个杀生的例子 海鲜店 那你想想